Mitchin, 真是不要介意, 我問過幾個朋友, 問朋友是否認識你呢, 其實很多人都不認識你, 但我看回你的資料, 其實你跟很多巨星, 做過很多音樂, 編曲, 監製, 為何你是否故意去低調, 讓人們不會留意你呢? 其實有少少, 因為我之前看到, 我是很少做訪問的, 而且那時候都是幕前為主的, 好像看電影, 不是那麼多人留意誰做配樂, 誰寫的音樂, 做唱片, 只是說, 劉德華這首歌好聽, 麗明這首歌, 是的, 即是誰監製, 誰彈吉他, 音樂上, 他們不是那麼多人留意這些東西的, 除非我經常暴露, 是的, 我是Richard Yuen, 我是做過的, 我很少做這些東西, 嗯, 所以變成大族外媒比別人認識你, 是的, 其實是好的, 我覺得多點 privacy, 我見你近年都自己出了一些唱片, 我的唱片? 是啊, 你有幾隻的嘛, 是的, 第一, 全部音樂都是我作的, 是的, 有些不同人唱, 多數都是純音樂, 沒有人唱的,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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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是歌手, 沒有什麼興趣, 是的, 反而想做回自己的東西, 是的, 最近, 知道你有一個新的唱片, 嗯, 這就是《One Supports Night Time》, 那我想問一下, 這個製作是怎樣做了這些唱片呢? 因為疫情,我家裡沒工作,就在這裏作曲 有自己的工作室,我的琴在小裏 有很多錄音的器材 有空就作直歌,未必編的 我作了它,寫下它,一直錄下它 隔一兩個月再聽,這首歌適合二胡 好像中樂這首歌是多一點的 我就想,這首歌適合Saxophone 慢慢地構思,沒有壓力,沒有 deadline 純粹創作了一堆音樂 夠了,我就再找人去做唱片 可以這樣說嗎? 因為我看到裡面的音樂是否全部都是新作曲? 不是新作曲,表至東方不敗 不知道是多少年前 太古的歌是幾年前的 在日本錄的 但是,是未出過街的 有很多是新的 我看到裡面有很多音樂人 在裡面的 其實是否全部都是這張唱片裡面的 是呀 是呀 但我又不喜歡全部都是電子 盡量用真東西的話就用真東西 其他彈琴,電子琴的東西都是我彈的 OK 這支和這支是在日本錄的 那支是《挑戰 challenge》 第二支 這支是在多倫多住 我跟他合作過 我覺得他吹trumpet很好 我想想作一支歌 因為他有少少R&B的 我作一支歌 我彈一個電子的guide給他 我知道他不喜歡看譜 我不喜歡每一粒note寫出來 大約這個melody 主要會讓我寫出來 我想你自由發揮 是嗎 請他他的style 或者是特別一點 那這張碟裡面哪一首歌是他的 第三首 第三首 誰知道他錄 我說 你知道怎樣 你錄四五條trap給我 是完整的 你可以噴傳怎樣都好 誰知道你覺得一條可以 再錄一條 其實他給了三條給我 但是他給我的時候 他說 其實這支歌 你的感覺 我跟flugelhorn 是對的 很軟的 因為trumpet有時候很尖 很刺耳 不是很對的 除非我用mule 用mule好像很不適合 很舊型 總之是不適合這支 你聽一下 I'm sure 你喜歡的 我聽到 嘩 真的很 所以我很尊重音樂器人 他知道 因為我喜歡這支聲音 但是他是專業的 我不是專業的 是 對 OK 你聽一下 這支聲音 我沒有改的 是 就用回音 EQ 我什麼都沒有改 我好像加了少少ambience 少少都是 是原汁原味 那我要欣賞第三首 這支聲音 我聽過很多元化 也有很多中樂 在裏面 是否有心 為何放這麼多中樂 樂器 其實我是喜歡中樂 如果你問我最喜歡 音響角度 我覺得是第二首 因為他裏面 有些太古 突然出話 太古馬上 好像精神一下 我都覺得挺好聽 但有人會覺得 是 這支聲音很吵 會不會 喜歡聽靜一點 就是 電影配樂 這就不是了 這就是 對 所以我 可能 音響發生 和一般音響有些不同 是的 我們為何要製作這麼貴的機 就是聽點吵 都覺得不吵 可能有些人 你會說什麼 我們意思就是 總之音響可能很吵 但我們可以播出一些很純的聲音 變成都不會覺得很吵的感覺 就是我們追求的東西 不知道 可能大家未必感覺到 但是我覺得第二首 就是我們想 我們追求的東西做得到 是 好像你說吵的東西 是 因為我喜歡 我看很多Live Band 是 是嗎 人家的Audio Live 就是在Hall那裡 是的 但有些很大聲 但我覺得很刺耳 很不舒服 但有些做到大聲 你不覺得刺耳 是覺得厲害 是很難做到的 是的 我們就是追求這些 大聲嚴峻 但感覺到的東西 有能力 是的 有能力 這些就是我們追求的東西 就是這樣 這個Pre-Amp很聽過其他 是 是 我聽得出分別 但我不是 這是我的專項 明白 很多時候 譬如你 我們錄音室 就不會用這種喇叭 這種Power-Amp 對 是 我們是做音樂 或者沒有這些那麼幼細 或者是大眾化一點 這些是 我當時都玩過打Mang 但不玩過一兩年 這樣就沒有玩了 其實我有時候覺得 可能我自己覺得 錄音室用的喇叭 就是聽瑕疵 這些喇叭就是聽音樂 對 其實是說得對 對 最好的錄音室喇叭 其實聽音樂 不是那麼好聽的 是 但譬如有些東西 什麼叫瑕疵呢 譬如 一些被錄音 是 太濕太乾 太尖 那些 有一點點不舒服 你聽到 就聽得到 不行 可以修改 那些是最好的Studio Monitor OK 那時在Montreau 有一個工程師跟我說 是 即是說起喇叭的事情 他說 你知道嗎 喇叭 即是Volume 和Loudness 是不同的 不同的 對 還有 你的喇叭 幾大幾小都好 你要令到喇叭 推Air 因為你耳朵都是靠空氣的 是 你的喇叭不動的 很大聲的 就像 嗯 喇叭是 即是 令到有些沉音 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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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個喇叭 怎樣令到它 動呢 當時我就這樣說 是M 你不用300 400Watt 你用個Class A 25Watt 就夠了 真的 真正漂亮的Class A 是 不用多M 是 是嗎 最多推到你空氣 對 推到它動 比較細聲 已經很夠力 嗯 很夠power 即是我經常說 有時細聲都出到低頻 就是這件事 有時 好像不夠幾大聲 很抄耳 那你就慘了 這首歌還是做得不好 因為或者是來的音響 或者是你的房間 什麼都有元素 有元素 對 對 外國就說 第一 不是買美麗東西 先搞定你的房間 對 第一 所以大家看到我這裡 有這麼多場片 其實這裡都是一個acoustic 是啊 你聽一下 你太Dead是不好的 對 太Live是不好的 所以這些都是在某程度上 幫忙 對 搞定你的房間 所以大家聽音響 不單是要買這部機 也要多買點 對 對 待會我又拿這部機 來聽聽這張點 大家就聽聽了 好嗎 好 今次多謝Richard 來我們HIFI在法小台做訪問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跟大家說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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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